威胁短信 裸体照片 一个家庭处在被摧毁的边缘 多名女子向其示爱 嫌疑人与八名女子关系暧昧 本期平安365 裸照风波即将播出 2015年9月13日下午 在辽宁省安山市铁锡分局大陆派出所的门前 出现了一位举止有些异常的老人 只见他在派出所不败 来回徘徊 显得躊躇不定 像是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 老人在犹豫了半个多小时后 终于走进了派出所 他进来的时候眉头颈簇 欲言又止 我就上前询问他怎么了 哎大爷怎么了 他坐在值班师的凳子上 一语不发 并且低垂着头 我想他心里肯定有事 怎么了跟我说一说 见到老人面露蓝色 欲言又止 又不断的哀声叹气 值班民警意识到 老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 而且这事似乎难以启齿 我无论怎么和他说 他依然不抬头 并且眼眶湿润 这时候我就进一步的耐心的 确凑他 我在我一步步的详细确凑之下 他终于向我吐露了心扉 报案的老人姓赵 早在几天前 他接到了一名男子发来的彩信 而彩信的内容 正是自己女儿的全身裸照 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怎么是突然间 有我彩信里 我女儿的裸照呢 我说你是谁 他说是我女儿的一个男朋友 他说我女儿欠的钱 我要不给他钱的话 他就把我女儿的裸照 散步出去 赵大爷接到彩信后 变得有些慌乱 赶紧将女儿小红叫回了家 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发裸照彩信的男子叫关君 是小红在就读大学时相识的 关君的工作是给大学食堂里送菜 小红背着家人 跟关君相处了多年 而就在前不久 小红向关君提出了分手 关君很不情愿 多次求复合为果 于是就将小红的裸照发给了赵大爷 试图索要自己这些年 跟小红一起生活时所花的费用 共计两万六千元 我让我女儿看这个照片 我女儿当时一看到就哭了 我女儿说根本不欠的钱 她三番五十给我打电话 短信呢 威胁我 要把这个我女儿这个裸体照删发出去 当时我就合计啊 我先把这个把这个钱呢 我就给她 赵大爷一家 原本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老两口老实本分 家境殷实 对于这个唯一的女儿 赵大爷夫妇一直视她为 掌上明珠一般疼爱 赵大爷担心 关君会将女儿的裸照散播出去 让女儿的名誉受损 于是为了稀释宁人 打算将钱转账给关君 可经过了几天的思想斗争 赵大爷担心 即使这一次满足了关君的要求 关君也不一定会就此收手 这样就会被她牵着鼻子走 我给她了 明天太光不要 所以来说你这个事 你我左和右和你考虑这些 我就到当地派出所 我去治愈一下 这个事怎么办 所以我 赵大爷将事情的石墨 原原本本的都告知了民警 我们感觉这个事挺 事实观挺重的 我们就跟他领导回报 领导也挺重视 然后就告诉我们专人专案 一查到底 避免就是把这个照片散发出去 立案之后 民警立即调取了关君的相关信息 但是只能查询到 关君在黑龙江老家的住址 而近年来 关君一直赞助在沈阳 与小红分手后 又搬离了原来居住的房子 不知去向 民警若想将其逮捕 犹如大海捞针 于是民警告知赵大爷 不要打草惊蛇 继续与官君保持联系 稳住官君与其周旋 并尝试能将官君约出来见面交易 可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在赵大爷报警后的第三天 官君的一个举止 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嫌疑人变本加厉 赵大爷惊慌失措 我一看到以后我更猛了 他就是争扎的 跟那个往外赛访 案情急转突变 民警要如何应对 平安365 若赵风多正在播出 赵大爷依照民警的指示 没有将钱打给官君 而是不断尝试 约他当面交易 而这一举止 却激怒了官君 那微信就告我这么事 说你家楼下垃圾桶边 有个女儿的照片 当时我还没相信 接到采信后 赵大爷变得忐忑不安 将信将疑的来到 四家楼下的垃圾桶旁边 环顾四周 发现了一个纸盒 招待打开一看 又惊又怒 到垃圾桶边上 真有什么小片 香片 我一看着以后 我更懵了 哎呦我天 那我就是那个 浑审气的烂得着 手都得着 他就是真打的 跟你跟你跟那个 往外散访 我就到公安局 这个事怎么办 你们谁也看我这事 谁能说我了 官军此次的举动 让赵大爷彻底乱了分寸 同时也给民警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民警担心官军会将照片 扩散到公共场所 或直接上传到互联网上 对赵大爷的家庭来说 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警方决定调整侦破方案 将官军引诱出来 民警新注册了一个微信用户 虚拟出一个漂亮有钱的女孩形象 添加官军为微信好友 他先去嫁 我们就开始 我以一个卖服装 做服装上一个女孩 第四份跟他聊天 民警用宇薇的名字 顺利的添加了官军为好友 可是令民警没想到的是 官军的防备心理特别的强 这人反正上能力特别强 每一次都是 一个是换电话 他跟这包括被害人联系 跟我们他就是说 不同地点 每一次我问他你在哪呢 今天我在谁啊呢 明天我上大来了 侦破的过程并不顺利 民警需要通过网络聊天 一点一点取得官军的信任 但是照片在官军手上一天 赵大爷全家人的心 就在惊恐中煎熬一天 那个微信啊 那个那些流氓睡雨啊 哎呦我天 说的非常难听 我现在看不着这人 我要看着这人是吧 就我 我掐不着他 我让他把我掐着 我就得 就我 我真的掐着他 赵大爷每天都会跟民警保持联系 将官军发来的信息 全部提交给警方 一段时间过后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官军在又一次换号后 竟没有继续再跟赵大爷联系 民警怀疑 官军很可能察觉到了警方的介入 故而暂停了行动 为了尽快将官军捉拿归案 民警不得不在微信上 继续借用美女雨薇的身份 与官军周旋 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对于嫌疑人 反侦察能力挺强 非常强 可以说是非常强 有的时候弄得我们民警出手不及 其中有两回他把我们散了 但是我非常紧张 后来就跟我们努力 又把他为天给架上了 几个民警接力作战 轮番以美女雨薇的身份 向官军表达相思之情 爱慕之意 可是官军却对雨薇的身份 仍旧心存顾虑 并多次试探其真美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 就有一次 他说那个 你说句话 我想听一听 我在单位 我身边还没有女士 我就跑下楼了 我那超市那个大姐 我说大姐 对着微信你喊一声 就说开车 来我一会儿跟你说 还有一次 他是半夜 他说 你给我发上照片 我想看你现在是什么样 打得确实措手不及 后来我说你等一下 我说我贴面门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一张 就是说推销那个面门化妆品的那种 贴面门的那种女孩的那种家庭照 我给他发了 我去 渐渐的官军对雨薇的身份消除了顾虑 敞开了心扉 随着两个人的网络感情迅速升温 雨薇开始尝试着将官军约出来见面 嫌疑人狡猾多变 竟与八名女子关系非凡 不同年龄乱的女性的 学习的和八名裸照 我现在想一样都特别害怕 平安365裸照风波正在播出 民警两次约见 都未能见到官军本人 这让民警心生疑惑 官军是否已经察觉到了 雨薇是民警虚拟出来的身份 故意避而不见呢 正当民警们打算对侦破方案 进行调整的时候 官军发来的信息 让民警们重新燃起了信心 他在微信里跟我说 我路外上我要看看你 我们觉得这个机会挺好 后来我们一行同志到跟他指定那个地点去 顿坑守候 守了大约三个小时 他突然之间来了一条微信 不好意思 今天我不能去看你了 一次次邀约 一次次布控 一次次因为官军的爽约 而让抓捕行动落空 但是民警们并没有放弃 终于在安山直约爽约几天后 官军答应了跟雨薇在沈阳的某宾馆见面 大鱼终于要上钩了 压制着这样的兴奋 民警们迅速出发 为了确保一路上能够成功瞒过官军 民警们携带了一名年轻的美女 共同前往约定宾馆 我问你到哪了 你会马上上岛路 然后雨薇就把电话交回 从门到门 你好 我马上关注 官军异常的警觉 开门房间后 并没有在房间内逗留 他现在人没站 人没站 你直接进来 你直接进来 别说别说别说 应该 咱们跟哪儿聊着 差不多 确定是 那边先 民警发现 宾馆附近 一个男子的体貌特征 与官军相符 几名民警 合力将其抓捕 别动 在将官军抓捕后 因为担心裸照会被扩散 民警要求官军 立即带路 去往裸照的藏匿地点 直接把我领到他们家 参加非常苦 在农村里 一个住的一个四合院里 住的是他 儿子和他父母 当时到那以后 没有表明身份 就是说是同事 来取一些拉着家的一栋 把这些栋 一取了以后 这一路顺利地到达了 回到我派出 面对警方的审讯 官军对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并向警方坦言 没有将小红的裸照 进一步扩散 当民警 当看官军的手机 进行取证时 却惊讶地发现 在官军的手机里 不仅有小红的裸照 还有另外多名女性的裸体照片 无论有当事人女孩的四张裸照以外 还有不下大约八位 年龄不同年龄段的 女性的全身和半身裸照 有的跟她的关系非常暧昧了 有的管她叫劳工 还有她要嫁给她 非她不嫁了 他们为什么会主动 把这照片刷给你 这个我不说 说不清楚 那你抢那些女孩 要那些照片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以后给拿这个照片 来威胁啊或者是 没有 那为什么想要那些照片 就是流添什么都不讲 你就打字就打上去了 她就给了 就冲去拿 犯罪嫌疑人官军被抓捕之后 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 批准逮捕 由于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况十分复杂 尚有八十多岁的双亲健赛 而她与妻子离异多年 还有一个十多岁大的孩子需要照顾 同时也考虑到嫌疑人并没有将裸照进一步扩散 目前犯罪嫌疑人官军处于取保候审当中 而像这样的案例却时有出现 2015年6月 江苏省淮安市的王猛因不满情人与之闹分手 多次求复合并索要分手费不成 便以散播情人裸照相威胁 无独有偶在广东省广州市38岁的单身妈妈阿颖 同样也经历过这样的遭遇 据阿颖描述 嫌疑人李某声称要她拿一万元赎回裸照 否则将阿颖的裸照发布到她女儿学校的网站上 和她公司老总的邮箱里 惊恐之下阿颖最终选择了报警 2015年9月17日 家住在北京市的张女士 报警称 以微信网友 以公开两人验照和性爱视频为由 向其索要25万元 以散播裸照相要挟 并进行敲诈勒索的案例频频出现 给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心理 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 事实上的事我也不想说 我现在想一样都特别害怕 就现在一想这事 我就特别特别难受 我也不想再提这事 她俩没意思以前 我们家非常快乐 她现在就是说害怕这 这个短信发到我的手机上去 所以孩子看到我之后 就跟我俩就有抵触 所以说现在给这孩子 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 给她老两口造成伤害也非常的大 在此平安365提醒广大女性 要懂得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不要因意识之快而忽略后果 避免将自己陷于危险之中 而一旦隐私泄露 遭到勒索 不应惧怕 应立即选择报警 2016年3月2日 广西河池市天鹅消防大队接到报警 一处居灭楼的六层突发大火 当消防队员到达现场时 建筑已经被大火团团包围 滚滚浓烟笼罩着整个住宅楼 见此情况 指挥员立即下令 出动三支水枪展开灭火行动 二十分钟后 明火被扑灭 事后了解到 起火原因是由于护主 在屋内熏烤蜡肉时 飞溅的火星引燃了周围的可燃物 进而导致了火灾的发生 平安365提醒大家 在熏制蜡肉香肠时 要远离易燃物 并保证有人看守 妥善隔离火源 防止发生火灾